1961年9月 伟人在武汉接见访华的英国陆军 元帅蒙哥玛丽 会谈中 蒙哥玛丽连人称赞 伟人是最高明的军事家 运筹为过 用兵如神 而伟人听后 哈哈大笑大道 在我的战友中 有一个最会打仗的人 他叫素玉 淮海战役就是他指挥的 素玉这个名字 可谓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他身经百战 立功无数 是我国唯一一位 同时拥有军事家 战略家殊荣的将军 但是如此一位 被伟人评价为 最会打仗的人 在1955年的 开国十大元帅中 却榜上无名 这直到今天 一直都是人们争议的话题 那么战功赫赫的素玉 为什么没有被评为 十大开国元帅 只是被授予大将军军衔呢 评定为十大元帅的人物 都有哪些功绩 相比之下 素玉真的不够格吗 素玉没有当成元帅 总共有三大原因 这三大原因 又分别是什么呢 本期视频 我们就来聊一聊 这位百战名将素玉 在观看本期视频之前 还请各位看官 点点关注 点点赞 以免错过 后期精彩内容 要论华中野战军的核心人物 和代表人物是谁 素玉当然实至名归 他不仅是过去 华东战史的核心 更被史学家们尊称为当代白起 他曾六次腐伤 两次头部重担 被并碰折磨整整五十四年 但就这样一位 战功赫赫 将毕生都献给祖国的人 却因三个原因 与开国十大元帅 失之交臂 老子曾经说过 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 用这句话来形容素玉 再是个不过 素玉这个人 并不是天生的军事奇才 而是一位在战争中 不断学习成长起来的将军 他有着深刻的自想能力 而素玉未能成为 十大元帅之一 也在于他的让字 坊间所传门素玉 两让四令 一让元帅 那么素玉没有当上元帅 真的是让出来的吗 受贤时 党内一高层民主人士 在听到有人提议 受于素玉元帅一贤时 便兴冲冲地来给素玉报喜 但没想到 却热脸贴了冷屁股 素玉对于受贤仪式 表现得十分冷静 对其说 苹果大将就是够高的了 还要什么元帅呢 我只嫌高不嫌低 这些都是低级趣味 今后不要再议论 这方面的问题 没有什么意思 这就是素玉 让帅一事的由来 关于此事 是否属实 我们无从得知 但这实际上 也赞养了素玉 在树形一事上 所表现出来的淡然态度 海然辅常见 既是起妖民 素玉正是这样的人 让帅一事 虽为传闻 但素玉两让四令 确实真 其中 第一次是在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 素玉为了更好开展工作 要求把华中军区司令员的位置 让给张鼎成 当时的上级 在中区司令员一支人选中 犹豫不决 张鼎成为 闽西革命根据地义中 最为重要的中间力量 当初张鼎成返回闽西 仅仅是因为伟人的一句话 那里你最熟悉 你可以在那里坚持下去 因此 他便和其他几位同志留在闽西 并开展了为奇三年的游击战争 多次被突破敌方重回 保存了火方的革命力量 这样一位对革命建设 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 授予他中区司令一职 无疑是正确的决定 而素玉 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士兵 逐渐成长为一个参谋长 他一路参战 更是带领新四军作战多年 对于当地的情况 可谓是了如指掌 所以 中区司令员这个要职 又非素玉莫属 最后经过再三考虑 决定让素玉担任中区司令员 张鼎诚则为副司令 而知道消息后的素玉 则是连连白手 觉得此安排不合适 素玉不愿意在张鼎诚前面 更是向上级联发两条电报 立词中区司令一指 上级在收到素玉发来的电报后 最后同意了素玉的请求 决定让张鼎诚担任中区司令员 素玉则为副司令 第二次请辞司令 是在解放战争时期 当时上级领导 指派华东战区的司令 其实相比较而言 素玉比陈毅更适合司令员一时 因为此时的素玉 早已经战功赫赫 对于作战部署 也有了深入的了解和经验 他作为华东战区的司令 兼政委完全绰绰有余 但是素玉坚决让陈毅担当 自己则当好副司令 对于这两件事 素玉还曾解释到 我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怕谁不停指挥 只是为了能更好的作战 以免在战役中引起不利局面 也许正是因为 这两让司令 让其最后措施元帅一指 但素玉为了大局 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创造了两让司令的佳话 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他的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素玉的确能打仗 但是这主要表现在解放战争时期 在红军时期以及抗日战争时期 素玉的军事才能并未充分地发挥出来 并且职位偏低 不是一方同帅 当其他元帅叱咤风云时 素玉只是部队的一朵浪花 显然作为元帅资历 还尚且不够 1955年初 中央军委提出要授予军衔的提议 这是人民军队走向现代化 正规化的必不可少的一步 也正是对开国功臣们的一次表彰 对于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将领们 授予他们合适的军衔 无疑是对他们的肯定 这就要求要有一定的标准 来判断他们军衔的大小 1955年2月8日通过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件 第二章第九条层规定 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 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 利用卓越功训的高级将领 受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按照这个规定的标准来说 素玉显然是不符合评为元帅的条件 第一 素玉没有参加过创建或领导人民武装力量 起义等 第二 素玉没有领导战役军团作战 而所谓的参与创建或者领导人民武装力量 这句话主要是指红军创建时期的巨大功绩 比如著名的南昌起义 秋收起义 广州起义等 看到此时也许人们心中还会继续有着这样的疑惑 其余十大元帅都参与建军了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咱们先来看看十大元帅中都包含着哪些人物 他们分别是朱德 彭德怀 林彪 刘伯成 贺龙 陈毅 罗戎桓 徐向前 聂荣贞 以及叶剑英 在红军建军期间 朱德元帅在南昌起义时担任团长 湘南起义时又带领八百红军登上井冈山 形成了红军主力二十八团 指真正的红军之父 而在朱德元帅的八百红军中 陈毅是团级 林彪是连级都担任重要的职位 彭德怀是平江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贺龙是南昌起义以及丧执起义的领导者 并且创立并领导了红二军团 罗戎桓参与了秋收起义 并且担任师部特务联党代表 聂荣贞是黄埔政治部副主任 周总理助手南昌起义 以及广州企业的主要领导人 而叶剑英 徐向前是广州企业的主要领导人 但在建军过程中 素玉仅仅参加了南昌起义 而且是一班长的职务 十大元帅中 建军时期职务最低的要属林佐 但也已经是连长 比素玉高了整整两个等级 所以建军时期的素玉自然是不够格的 在红军时期 十大元帅中最低职务也是军团级别的 而素玉在红军时期 最高职务是军团参谋长和师长还是不够格 在抗日战争时期 红军整编为八路军三个师以及新四军一个军 八路军三个师总兵力达4.5万人 平均每个师有1.5万余人 而新四军仅有一万出头 所以八路军师长或者新四军军长以上职务才有资格评为元帅 而新四军的师长以及八路军的旅长是不够资格当元帅的 最多只能够做大将 所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 素玉的职务仍是偏低 不够标准 可以说 至八路军改编开始 十大元帅人选就基本已经确定 而后面的军功如何 只是在内部排名中略有变动 此外 有元帅资格但没有被授予元帅军衔的还有三个人 分别是周恩来 刘少奇 以及邓小平 周恩来是中央军委核心成员 后来还担任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自然是有资格做元帅 而刘少奇在红军时期担任红八军团 红五军团中央代表 抗战期间担任华北局 华中局领导 并担任国新四军政委 并且从1943年开始 刘少奇又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还曾在重庆谈判期间 代理中部中央主席 而邓小平领导了百色起义 创立了红旗军 并在后来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 1290师长 北方军书记 所以说 不论是十大元帅 还是这三位吴敏元帅 其资历以及职务都远超速遇 在中南海一年堂 领导们讨论最高的元帅名单时 有三个人认为速遇可授予元帅贤 首先是我们的伟人清点了这个名字 他说 论功 论利 论财 论德 速遇可以领元帅贤 在解放战争中 谁人不晓得华东速遇呀 所以这个十大元帅肯定要有速遇一个 刘少奇对此也是十分的赞同 刘少奇同志与速遇的渊源很深 他曾以中原局书记的身份来到新四军指导工作 由此结舍速遇 晚南事变后 刘少奇又担任了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 成为了速遇的直属领导 在旨期间 速遇指挥有家深得刘少奇的青睐 因此对于速遇 风帅一事 刘少奇也是力推 刘少奇为何要力推速遇为元帅呢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按照当时的工作规定 工作重心放在地方上的开国元帅可以不必受险 刘少奇 周恩来 邓小平等人因此就没有参加受险 而刘少奇认为华东野战军司令陈毅 此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也可以不参加受险 那么就只有速遇能带边华东野战军参加受险 按理说 刘少奇说的也不无道理 南方游击队 新四军 华东野战军 总要派出一位代表参加受险 陈毅若不参加 速遇自然是当仁不让 并且一定是元帅险 但此时的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反对意见 坚持让陈毅参加受险 周总理说 军衔授予对陈毅同志现在和江战的工作均无不变之处 平时可以不穿军服 必要是穿 苏联的布加尔宁同志也有元帅贤 可以说是一个例子 就这样 在周恩来总理的坚持下 以及考虑到速遇职位确实有点不符合规定 最后速遇只能排在大将中的第一位 至于周总理为什么力挺陈毅 一是从规则上 二是从感情上 从规则上来说 中央军委会议决定 元帅军衔的入选资格是军委委员 而当时速遇的职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而不是军委委员 所以说速遇大将没有资格入选元帅 从感情上来讲 周总理与陈毅曾共同在法国留学 后来又一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有着过命的交情 而在新中国成立后 周总理又把陈毅提拔上来 担任自己的副手 可谓是十分的看重 自然会在元帅仪式上替陈毅说话 总的来说 速遇虽然在解放战争时期战功赫赫 但是其在红军时期 以及抗日战争时期资历不够 相比之下 十大元帅个个不逊于他 所以速遇能成为十大大将之首 将头率尾 也是对其军事生涯的最大肯定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